关心支持安顺华校 尼可敏播中正夜校1万领级 为了支持年久失修的安顺中正义务夜校 安顺区国会议员尼可敏今日到访该校 并现场移交1万领级播款给该校新任董事长郭少赤 身体力行支持母语教育 关心安顺华校发展 也是批州行动党主席的尼可敏 今日在安顺社清团团长吴嘉良律师陪同下 参观了年久失修的中正义务夜校 尼氏之西该校自1953年创办以来至今已经近70年 该校建筑部分更已经遭到白蚁蚕食 因此需要装修后二话不说即刻宣布 拨款1万领级病现场移交支票 尼可敏指出 自从他2018年当选安顺区国会议员以来 教育一直都是其主要的核心工作之一 因此上任以来已经为安顺各原流学校带来超过600万领级的拨款 同时更设立了首创的火箭华校清函子弟助学金 成功筹募高达30万元帮助了1000个贫穷华校子弟家庭 其用心良苦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尼可敏指出 西蒙执政时公平对待多元流教育 除了制度化拨款独中华小及华中 也破天荒每年拿出2000万领级支持增建新华小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喜来登政变后门政府上台之后 上述的惠民良政却遭到腰斩 因此他呼吁全国人民在来届大选挺身而出 支持拥抱开明中庸 坚持多元的西蒙 拿回原本就属于人民的权益 尼可敏也呼吁政府 即刻公布今年全国独中的拨款 忽在忽悠华社